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8月1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乌军在赫尔松战场还是在巩固、拓宽、拓展它的桥头堡 在延伸向纵深发展 目前双方对赫尔松战场的信息还是实行广控 所以说很难看到一些视频 最近有一些关于赫尔松战场的视频流露出来 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看到 乌军有大量的重装备在被运到蒂尼泊河左岸 这个视频就是证据 乌军在蒂尼泊河左岸的进展好像不是十分顺利 但是像这样坚持不懈的 每次运少量的重炮还有坦克到对岸 积少成都,时间会证明一切 量变到质变 那么在克里米亚 乌军继续在轰炸克里米亚岛上军事目标 首先是乌克兰的海军又有两艘无人艇 袭击了俄罗斯海军的两艘艇 据塔斯社8月17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对记者称 乌军企图用一艘无人艇袭击位于塞瓦斯托巴尔西南的黑海舰队舰 号奇号护卫舰和瓦西里贝夫科号巡逻舰开火将其摧毁 报道称,俄国防部指出 17日22时55分 乌军企图用一艘无人艇袭击在塞瓦斯托巴尔西南 237公里处的黑海西南部执行巡逻任务的黑海舰队舰 单位得逞 敌军无人艇被摧毁 目前俄军舰舰继续执行既定任务 这个瓦西里贝科夫号 这是大名鼎鼎的 就是前几天拦截警告搜查那个帕牢干货船的 叫奥坎号 这还没过两天就遭到了报复 看样子这个俄罗斯黑海舰队舰在这个黑海上面执行这些任务还是非常危险 当然了俄方一贯宣称没有任何损失 具体有没有损失恐怕过两天才知道 我们再看啊 俄罗斯媒体报道 位于新罗西斯克燃油码头发生大火 截至目前善不清楚火灾是否是由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起的 过去一天俄罗斯领土上发生了几起无人机袭击 这个乌克兰早就说了 它封锁啊 俄罗斯在黑海上的六个港口 这个新罗西斯克就是其中之一 它而且是黑海上最大的这个石油啊 就运油的港口 离克里米亚是172公里 年吞吐量是500万吨 是俄罗斯啊 在黑海地区最主要的石油出口的虚拟 这次被炸 十一八九又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啊 解作 当然了 俄罗斯也可能坚持认为是烟头所致 毕竟啊面子很重要 我们再看看这个扎波罗热 还有巴赫木特战场 乌军啊对巴赫木特和扎波罗热战场 做了一些调整 从这个调整就可以看出乌军现在 他的战略思想 什么调整呢 就是乌军啊 拿下了这个叫大沃诺西尔卡方向的 叫乌罗扎因之后啊 乌军将巴赫木特南翼的第三突击旅 就是亚素旅啊 它的一部分主要兵力 它给调到扎波罗热 协助就是乌军的第31海军陆战队进攻扎福特内巴赞亚 这个乌军的调动啊就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呢 就是巴赫木特南翼现在打的是最激烈的 欧双方啊在互相争夺 那个K层啊 包括K层南边的几个库尔九什么米夫卡呀那小村庄 你来我往的 结果这个时候 乌军啊 他不继续称胜追击 他呀 把一部分主力部队啊 调到扎波罗热来了 这就说明乌军在巴赫木特 他并没有给予啊 要把巴赫木特拿下 他在巴赫木特的这个战略目标啊 实际上就是要吸引俄军 把俄军主力部队吸引在这儿 让少一股啊 不停的派部队来增援 现在一看 在巴赫木特 俄军恐怕是处在下风 乌军并没有一股作息啊 说直接就拿下 进攻这个巴赫木特市区 他反而还抽出兵力 去加强这个扎波罗热的攻坚战 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啊 这乌军并不想啊 急于结束这个巴赫木特战斗 那么在巴赫木特的俄军啊 也得以缓缓一缓 就是喘息啊 这个亚索旅啊 一直是巴赫木特南义的主力部队啊 把主力调走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 那就是乌军啊 加强扎波罗热的进攻 现在乌罗扎因啊 已经拿下了 现在万南达 扎福特内巴赞亚这么个地方 拿下了这儿 离这个托克马克就非常近了 拿下这个区域啊 前方的俄军 他是处在一个洼地 就是相对来说啊 这个地势要矮一点 那乌军就是居高临下 可以炮击啊 这个俄军的防线 在扎波罗热方向啊 乌军不仅是把这个第三旅调过来 乌军还动用了最精锐的 号称是最精锐的 第82 独立空突旅 这个82旅啊 它虽然是空突旅 一般的空突旅都是快速反应不对嘛 但是它这个82旅还有不一样 青衣色的重装备 那更像是那种攻坚战的 那种突袭部队 它装装备的 是英国的挑战者2主战团 然后这个美国的布拉德利战车 可以说是装备尽量 乌军这几天啊 把82旅 投入了这个扎波罗热的 这个叫罗伯基涅方向 把亚素旅啊 从巴赫木特调到乌鲁扎因方向 这就说明乌军 要在扎波罗热 加快这个攻击的步伐 这个乌军的先头部队啊 已经到达了托克马克右翼的定居点 这个定居点呢 离托克马克市13公里 离这个最终的目标城市啊 梅利托布尔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 这就是为什么乌军要 加强进攻的一个原因 因为叫一鼓作气 拿下了托克马克啊 基本上就可以宣告俄军的失败 如果拿下了梅利托布尔 那俄罗斯国内啊 恐怕也要发生动乱 当然了 乌军还调动了啊 这个第46空凸旅 乌军这个时候动用最后两支 就这种重装部队啊 82空凸旅和46空凸旅 恐怕这个扎路日内啊 他已经发现了 最后的决战啊 就在扎波罗热 本来这两支旅啊 他是机动 等到前线啊 哪支部队撕开了口子 那么这两个旅啊 就要扑上去 进行攻坚啊 突击 因为这两个旅的这个 机动性 火力 还有防护 都是一流的 在乌军里面是最强大的 他筹建这两个旅 他的任务就是纵身突击啊 当然了 可能还有其他的安排啊 因为这两个旅啊 装备虽然好 但是毕竟没打过战 他是这个北约 训练出来的 如果这个时候再不上战场 恐怕就错失良机啊 就是没有实践锻炼的机会 北约的培训呢 培训 中归是培训 你远远没有实战管用 在实战中啊 总结 这一次啊 这个乌军的大反攻 乌军的很多这个老部队啊 就是传统的 对吧 他没有受北约训练过的这些部队 反而打的也不错 这次担任主攻任务呢 是47旅啊 你看47旅打了两个月 通过这个视频看啊 好像他损失惨重 那个装甲车啊 鲍尔坦克啊 布拉德利战车 他都是47旅 损失的 主要是他们 但是你看47旅到现在为止 还在前线 按道理 他应该笼换下去 修整修整 再上前线 结果他还在打 这也说明这个47旅啊 这个战斗精神非常顽强 第二个呢 就是他虽然装备损失了不少 但是他人员损失并不大 所以他还要消耗 耗得起 这也说明这个乌军部队的这韧性 总之啊 通过这个亚索旅 还有这个82旅 46旅 投入了扎波罗热方向 这就预知着啊 接下来扎波罗热是越打越激烈 这个英国的情报部门呢 趁乌克兰将无法实现进攻的关键目标 知情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 美国情报部门评估 乌克兰的反攻将无法达到东部关键城市 梅利托布尔 这一发现如果被证明是正确的 将意味着基辅不会实现其主要目标 即在今年的进攻中切断 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大路桥 然后这个华盛顿邮报啊 也有报道啊 说乌军的攻势陷入一筹莫展 在俄军的三重防线面前 必然耗尽进攻动能 在反攻前的兵棋特研中 美英预计乌军将以巨大伤亡和损失 突破俄军防线 但是乌军很快就反悔了 改以小群多路突击 导致进展十分缓慢 五角大楼多次建议 乌克兰将大量兵力集中在一个突破点上 尽管乌克兰选择了不同的战略 但官员们表示 是鉴于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做出巨大牺牲 基辅有权做出这个决定 最近啊 这个唱衰 乌军的这个声音啊 又多了起来 实际上呢 从某种角度来看啊 他不叫唱衰 那看上去好像是在唱衰 实际上他不是唱衰 实际上他是在为这个战争的延长 在做心理建设 在做铺垫 因为这个乌军的反攻啊 他先是叫春季大反攻 结果因为他的装备到不了 对吧 炮弹也不够 坦克、装甲车都没有 就是缺啊 所以最后一直拖延到 叫夏季大反攻 从6月4号开始 这个夏季大反攻啊 搞了两个多月 结果被这个苏洛维军防线啊 就这个地雷阵给挡住了 损失惨重 没有达到预期 本来舆论认为啊 这个乌军的大反攻会出其不意 俄军的很菜 很容易突破 俄军很容易崩溃 所以这个西方啊 对这个乌军的大反攻啊 期望比较高 结果现在呢 肯定没有达到期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媒体开始转向 舆论也转向 开始给乌军泼凉水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他们是在 为这个大反攻啊延长 延长的冬季 延长的明年 在做准备 实际上他们说了说去 这意思就是 不会这么容易啊 就把这个大陆桥给切断 准备要打持久仗 对吧 你美国啊 你要准备更多的均匀物资 马上就是秋天 再马上就是雨季啊 什么翻江季 然后就是冬天 对吧 你这些物资都要准备好 实际上啊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战不是说到秋天就结束了 不是到冬天就结束 什么时候结束 还早着呢 这个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 赢得战争需要多长时间 并不重要 我们的目标是胜利 以解放1991年 乌克兰境内领土的形式取得胜利 我们不在乎需要多长时间 只要乌克兰人民有共同的目标 乌克兰政府就会与人民携手前进 他说啊 你看看这个北约的秘书长 斯特华腾佩格说啊 支持乌克兰到底 结果美国人呢 那个科比 还有布林肯也出来说 打多久 他们就支持多久 所以说 现在这个一整套的这种舆论呢 不是说在唱衰乌克兰 还说准备不管了 又是逼乌克兰和谈 放弃领土 不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是在为延长这个战争 在做舆论准备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伊尔马克在乌克兰拉达电视频道上表示 泽伦斯基的和平方案得到了63个国家的支持 此外据他介绍 迄今为止 已有25个国家加入了7国集团 在维尔纽斯北约峰会期间通过的基辅长期安全保战宣言 就是这25个国家是要支持乌克兰打到底 就是你打到什么时候 他就支持到什么时候 这叫基辅长期安全保战宣言 没有一个目标说 就是打到今年年底 打不过就拉倒了 你反攻不了 那咱们就和谈 没有这个说法 这是战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看这个军事援助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和侦察无人机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 英国政府网站上18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 英国代表乌克兰国际基金会 签署了三份向基辅供应防空系统的合同 合同金额超过9000万英镑 声明说 国防部代表乌克兰国际基金 签署了三份向乌克兰供应 总额超过9000万英镑的防空设备和合同 实际上就是伦敦宣布 要出资1.1亿美金 从挪威康斯波格 为乌军购买最先进的防无人机系统 捷克宣布将向乌克兰捐赠13架米24直升机 波兰宣布立即购买400辆韩国企亚战术侦察车 援助乌克兰 总价值2.8亿欧元 这个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真是叫两肋插刀 到处买武器送给乌克兰 乌克兰缺什么的买什么 昨天咱们介绍了 乌克兰现在向美国向德国提要求 要求美国解禁 说白了就是要援助乌克兰M26极速火箭弹 这种极速火箭弹实际就是从海马斯发射 能打40公里50公里 一发火箭弹能够覆盖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 就看美国什么时候解禁 昨天这个乌克兰人说了 只要2000发就够了 我们再看看瑞典 这个瑞典这国家很有意思 它援助乌克兰叫不动声色 就是动静非常小 宣传也非常少 但是呢往往很厉害 最近啊这个俄军的这个卡52直升机 G203的被乌军击落 在扎波罗瑞战场 在巴克莫特战场 大家也知道啊 尤其在扎波罗瑞战场 这个卡52直升机啊 给乌军的这个坦克装甲车 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美国动力网站当地时间17日报道 乌军第47机械化旅 当天在社交媒体电报频道上称啊 一架俄军卡52武装直升机 在扎波罗瑞州的罗伯基涅附近 被该旅使用瑞典制造的 RBS70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击落 动力网站表示啊 这是RBS70导弹 首个有视频证据的战果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显示啊 俄军的卡52被RBS70防空系统 发射的火流星导弹 击中后坠毁 然后呢 俄军派出了两架直升机去救援 一架在空中警戒 一架直接去这个飞行员坠落的地方 据说啊 这个飞行员救出来了 但是那个领航员呢 被炸死 这个乌军啊 一直说啊 就是从5月份以来 多次表示使用这个瑞典制造的RBS70 便携式防空导弹 击落了苏军的苏25攻击机 无人机 以及巡航导弹的目标 但是呢 都没有视频证据 就是大家都是将信将疑 直到17号当天 被击落的这架卡52直升机 这个被人拍下了 有视频 有图像 这个RBS70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实际上啊 第一个这个 目前啊 在乌克兰战场上 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的 一般的都是打5公里6公里 就是射高啊 太远了太高 它够不着 你比如说毒刺 它大概就能打5公里 但是那个卡52发射的那个 反坦克导弹呢 它是能打10公里 这么一说 大家就明白了 人家打坦克的时候 它可以离得很远 你那个毒刺啊 或者其他的防空导弹 你得冒着危险呢 你得万前靠 但是你说在乌布洛战场 你坦克的在最前面 人是在后面的 你那个便携式防空导弹 那不就是人坐着皮卡 或者是那个步兵战车嘛 砖甲车 对吧 你得跑到坦克前 5公里的地方 你在那等着这个卡52 但问题是人家卡52 他要打你这个砖甲车 他还是比你打得远 对吧 你靠单兵啊 对吧 骑着那个全地形摩托车 或者是小皮卡 那也不安全 所以说啊 这个卡52 在战场上就占了便宜 就因为他打得远 你那个毒刺够不着人家 那这一款呢 瑞典的防空导弹 叫RBS70 它能打9公里 那跟那个 俄罗斯的反坦克导弹 距离差不多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就没有尾焰 就是没有尾焰 你红外线 或者什么这个 热成像什么之类的 你没有办法捕捉到它 你就不知道 这个导弹从哪发出来的 所以啊 这个恐怕 在乌克兰战场 就对卡52 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这也是 咱们为什么一直说啊 这个乌军 为什么拿这个卡52 一点办法都没有呢 这回啊 用这个瑞典 援助的这个 RBS70 就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此啊 这个俄军的卡52 恐怕就 再也不敢啊 这么肆无忌惮地 靠近前线 去攻击乌军的 转甲车和坦克 据统计啊 乌克兰摧毁了约 50%的 卡52 攻击直升机机队 就是俄军啊 一共是有133架 卡52 无双直升机 目前 大概只剩下 55到65架 那剩下这65架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一架卡52 大概 只1亿人民币 大家算算 这个瑞典啊 不仅啊 援助这个 导弹 它还提供给乌克兰最新的 CV9040步兵战车 关键这个战车 已经在前线出现了 有人拍到的照片啊 显示 多名乌克兰士兵 正在操作全身伪装的 CV9040步兵战车 这种步兵战车啊 专备有威力强大的 40毫米机关炮 火力远超 装备 25毫米机关炮的 美制 M2A2 布拉德利战车 性能远超 俄制 BMP 步兵战车 CV90系列 一直是高端步兵战车的典范 由于美制 M2A2 布拉德利战车 已经在前线 反攻中啊 损失多达17辆 这个时候正好是检验 这个瑞典的 这个高端的 步兵战车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这个CV90 就被带到了前线 这是瑞典啊 对乌克兰的援助 可以说是拿出了 最好的武器 乌克兰啊 对莫斯科的轰炸 一直在进行 8月18日 乌克兰无人机 袭击莫斯科 俄方为此 短暂关闭了 莫斯科四个机场 乌克兰当地时间 上午11点32分 位于莫斯科市区以南的 谢尔普霍夫 上空啊 出现一群无人机 距离莫斯科 约93公里 这个视频中啊 排队飞行的 就是乌克兰的 海里无人机 代号啊 绰号叫海里 就是要奔这个 莫斯科去的 据说啊 8月24号 乌克兰独立日 可能会有更多的无人机啊 要去莫斯科拜访 乌克兰的副总理 兼数字化转型部部长 费多罗夫 说啊 将有270架 乌克兰制造的吸血鬼 攻击无人机 被送往前线 这些是乌克兰新型无人机 承载弹药量大大增加 可以摧毁 入侵者 专甲车和坦克 他们还配备了热像仪 因此在夜间 都不会停止 给俄罗斯去军事化 乌克兰在无人机这块啊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和进步 所以乌克兰对莫斯科的这个轰炸 甚至俄罗斯全境的轰炸 只会越来越厉害 一波比一波猛烈 所以希望这个俄罗斯人呢 要顶住 要慢慢习惯了 因为这乌克兰人已经习惯了一年了 被这个俄罗斯的导弹了全境轰炸 那现在是该俄罗斯人尝着这个滋味了 由于无人机的袭击啊 莫斯科市正在疏散围观群众 据报道啊 有两千人被紧急疏散 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啊 目前国内的现状 根据媒体报道啊 说8月份啊 欧盟的天然气储存量已达到90%以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欧盟现在储存这个天然气准备过冬啊 它一般的啊 按计划 它是到11月份 储存量达到90%或者100% 但是今年啊 人家提前达到了90%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冬天啊 欧盟又不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这对俄罗斯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 那这天然气它又往哪卖呢 本来就指着欧洲啊 来买它的天然气过冬天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普京啊 决定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提高 不是价格提高啊 它要加关税 财联社8月15日电 俄罗斯将从9月1日起将石油出口关税上调至21.4美元每吨 相当变下涨价 那现在谁跟俄罗斯买石油呢 总之它要加22块钱每吨 缺钱啊 俄罗斯对谷歌公司出以300万卢布 大概就是3万2千美元的罚款 理由什么呢 理由是该公司没有删除在乌克兰的特别专事行动的虚假消息 法院认定谷歌旗下的YouTube未删除 包含有关冲突的不正确的视频 总之找个借口啊 要罚这个谷歌 也不多 3万美金 俄罗斯药店近200种药品将消失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已向医院发送了一份包含196种药物的清单 这些药物很快就会从俄罗斯市场消失 其中一些在俄罗斯没有类似的产品 该列表包含抗生素 肿瘤药物 疫苗 一些齿壳药 减热药 和其他数多药物 就是俄罗斯连药啊 马上都要短缺了 不关药短缺啊 这个由于拉达汽车紧张 这个俄罗斯不是承诺吗 每个这个阵亡的俄军家属啊 可以领到一辆拉达汽车 但是由于拉达汽车紧张啊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阵亡的人太多 这个拉达汽车供应不上 所以这个很多阵亡的俄军的这些家属啊 只能领到一辆电动自行车 你可见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国内啊 已经是举步维艰 怪不得普京最近啊 通过卢卡申科出来放风 想和谈 想宣布啊 这个特别专用行动 取得圆满成功 可惜啊 乌克兰不擅自当 咱们一直说啊 普京能够发动战争 但是普京他没有能力停止战争 他已经失控了 他现在要停止战争 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撤军 把部队啊撤走 他只要一撤军 得俄罗斯人也要烧死他 他在国内没办法交代 他不撤军吧 那乌克兰人就接着打 对吧 人家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个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说 只要能胜利就行 不在乎打长 还是时间长 还是时间短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